这个文件夹会给大家 整个我们讲这个SQL和PLSQL的时候 都在这儿来进行学习就可以了 这儿呢是对应的课件 数据表文件就这一些 各章的练习 这是我们每一节后边啊 都有一个练习 最后呢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学习资料 有同学呢感兴趣 或者我们这些资料都给大家 你需要的话都可以来查一查来看 我们先看第一节 基本的SQL和SQL的一个语句的一个练习 就这些练习前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 这还有还有额外的一些练习 我们从这儿先稍微走一下 看看这个哪些东西啊 然后我们再做刚才练习 每一章我们都有这样的额外多了一点东西 这儿呢也相当于是一个回顾 比如说对日期 乘图是不合法的 这都说了对吧 包含控制的数据表达是 人为空 别名使用双引号 你不加也行 但是你要加引号一定是双引号 双数件来表示的连接 扎号中用的是这个连接符加号 日期和字符只能在单引号中出现 比如说输出这个信息 这我们都写了 Distinct是区分关键字的 把重复的列给你滤掉 大家看一下这个计划 很多同学刚开始学的时候容易出错 大家看 查询一下last name department id from employees 我把这个啊 我先去了 这个懂吧 每个人的名字和他的部门号 这每个人都有 所以说这一查询一点问题没有 那你再这样看 我在这加一个Distinct 这能运行承受者 看一下效果 挂了吧 叫缺失表达式 怎么解释啊 你看是不是这样 我这个employees表里边 应该是有107条纪律 所以说last name应该有107个 department id 正常应该也是107个 里边会有重复的 这样的形式呈现 但是你要一加Distinct的 这是不是就 刚才说的就12个啊 这边是12个结果 这边有107个 你怎么匹配啊 没法是不是一对一对应上啊 所以说就错了 这个是大家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 这个Distinct的不是你随便加的 你左右这两个作为列 作为一条数据出现 都应该有值 这个呢 你就107个 这个呢就十几个 这是不行的 匹配不上 后边我们讲赌函数的时候 也会有类似的一个问题 行 这个呢就是这一节的这个 像一个小总结一样 这东西还不多 我们直接看这个练习 我们把这个练习搞定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CirclePlus命令可以控制数据库吗 这个叫非常果断的打 走 不能 控制数据库 你可以说Circle可以算叫控制 或者叫管理操作 但是CirclePlus是不能的 下面的语句是否可以执行成功 CirclePlus的他他他他 说我们这个 这是起了个编名 没有问题 这个是可以的 再往下 CirclePlus的新 from employees 这个呢 也可以 查询 employees表中的 所有的列 所有的列 找出下面语法中的错误 就是说它是 就就 扬眼直言就有错了吧 CirclePlus的 employed last name 就是Celerating 一年的工资 起了个别名 from他 猛一看啊 好像没啥问题 不是你要是看不出来的时候 怎么办 你把它粘到 你说C 粘到这个编译器这 把这个这这呢 这个双号要去了 确实有错 你看 是不是这符号错了呀 回来 这呢 是用英文格式下的一个符号 这呢 是不是中文格式下的 你看 这样的一个字符 所以这个呢 你得给它改成 这个 相应的 你看后边 这个分号 分号 双眼号 也有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吧 给它改一改 这个时候 你再试 就在这 在这 在这 还得重改一下 沾过来的时候 它这个格式不匹配了 改成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是英文格式下的 再来 好了 这就画实了 行 回来 说 预法错误 标点 方 标点 方 需要是 英文格式下 有两个错 一个是这 一个是这 需要大家注意 这个我还给人家改出去 是吧 这是这个本身这个题目的 再错了 下一个 显示这个表的结构 并查询其中的全部数据 这我呢 就不演示了 直接在这写了 eic departments 显示这个表的结构 并查询其中的全部数据 大小写都可以 其他个的清 quam departments 称号结束 查询所有数据 显示数表的全部ID 不能重复 delect this synct 找ID from incloase 来运行一下 inclo-c inclo-v 没有问题 来 最后一个题目 显示出表 incloase中的全部的列 各个列之间用 d号连接 列头显示成output 这就别明白 显示出这个表的全部列 全部列的话 你得知道有哪些列 eic incloase 这个列有点多呀 有点多 有点多怎么办呀 第二多呢我就只选择其中的几列来写吧 好吧 意思是一样的 select inclo-e id 中间用逗号连接 last name 再加上一个叫 cellary的 然后我就不写了 整个要起了个别名 这个呢 大家要注意 你在这不能够起个别名的 因为现在这就这一列 中间是用这个连接起来的 这是一列 起个别名 创引号连起来 它写的叫output 中间有下滑线 所以这个双页号 你可以取掉 取掉 output from incloase 没错 这儿呢 就给你打定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提名的一个答案 你说c 这呢 我写的短了 你可以在这再加 把这个所有列都加上 这儿 这个题写完以后 我们这一节就讲了 就是select from 的名字 好吧 这一节我们就到这儿 这一节目的 请不吝点赞